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西西里對上普克地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最近有觀眾問我可不可以開探索模式 就是一般玩家玩的模式 然後可以去檢視高手的視野是怎麼看的 以前我們早期的版本有這樣做 但是有被這些觀眾反應看的壓力蠻大的 就是地圖都暗暗的 那我們就偶爾還是會回歸一下探索模式好了 探索模式的話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其實玩家的視野就是這樣子 O Army 什麼都看過 淺色的部分就是這位紅色玩家所看到的區域 其他深黑色的地方就是他還沒有看到的地方 由於是上帝四球他不會到全黑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話 這種地方也是全黑的 你是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的 你一定要過去之後才知道 喔這裡有石頭 喔這裡有路 那這邊MBL 這邊很順利的探到這個兩隻羊 四隻羊全部探到 那有玩家說 這個羊到底拿的時候回來 我的建議是探半圈就好 像這樣子 羊從這裡探到這裡然後回來 然後另外一隻羊從這裡探到這裡 就回來 就探個半圈 如果你看個一圈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對手直接幹走 回家吃 都有可能 那通常我只要一看到這個鹿肉 就要趕上去來趕 那以看到的時間為主 像這樣時間是兩分三十幾秒 如果極限一點的話三隻都可以趕 那如果 像他這種時間的話 也有可能只幹兩隻喔 或是一隻都有可能 那主要是看自己的豬的位置喔 有沒有看到 那這邊有看到左 好 這一隻前面豬會先拉喔 然後再拉後面的 因為主要是這樣子的話 前面的豬比較不容易會被幹走 因為高手之間喔 幹鹿 幹鹿 幹豬是很正常 我怎麼在講這個事 幹豬很正常 所以越前面的豬 越要先抓一次喔 那這個鹿吃完之後 要全力來射這個一下 然後這個鹿要繼續趕 然後鹿要繼續趕 然後鹿就一直吃一直吃 那基本上喔 這些羊喔 到這些 豬跟鹿喔 全部吃完之後 才會再吃羊 那最好是喔 吃豬跟吃鹿喔 這裡要補到八個人 那如果這邊有吃豬 吃鹿的話 最好是補到十一人喔 反正現在這邊的人 一直出來 就一直吃豬跟鹿就好了 那木頭的話 就三伐木 或四伐木 三伐木的話 比較算是肉馬開局 打肉馬 或者是 棒棒的話 可能有點極限 有點看文明 那如果是要打棒棒的話 最好還是 按個 四 欸 四村左右吧 好 去伐木會比較好 不然可能會 卡木頭 就是防止不夠 還有這個 魔法喔 很難插下去 對 最好是補到 四個原因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啦 第二頭豬回來 那鹿肉的話 可以靠兩個人去吃喔 其他人就專心吃豬 豬最好是補到八個人喔 那如果要像這樣子 直接去 開模仿也是沒問題 但是高手還是 還是會開到八個人 因為八個人是蠻標準的人數 那兩個人就吃鹿這樣子 好 那果不其然 NBL只是趕了兩隻鹿喔 因為他這邊探到鹿的時間點 偏晚 而且其他的羊 也探到時間也是蠻晚的 所以 為了這個 探索時間喔 所以並不會在家裡 歸太久 這個伺候還是要趕快出去 趕了兩隻鹿之後 就出門了 對手也這邊探到 西西里 這邊的家裡 那這邊探 敵人地圖的重點 當你看到對方的伐木場之後 千萬不要左右移動 因為你只要左右移動 很容易就會撞到了 那可以像NBL這樣子喔 直接把圖 探到底 那你就不會撞到TC了 因為TC 不可能在這種位置 他一定會離這個 邊境會有真距離 那這邊由於NBL是老練的一個職業玩家喔 那他這邊早就已經知道了 然後他的TC應該是這個正中型的位置 那看金礦位置應該也猜得出來了 那這邊看到金礦位置 那他就更能百分之百確定喔 因為他其實沒有看到果樹 沒有看到果樹的話也只能用猜 但看到這個金的位置跟伐木場 那他應該就親自肚明了 那應該是中間這一塊 那這裡還有房子 就是利用這些探索到的一個資訊 去判斷對手家的一個TC的位置 這樣就不會出現這種肉馬撞TC的狀況 好那這邊肉吃完了 開始在吃冥羊 這個冥羊羊肉鍋 開吃 那通常喔 果子只會五個人吃而已喔 這些人應該是要去伐木 伐木一點像封建時代之後 最好是不到十個人左右 八到十人 那十個人會穩一點 這個你只要蓋這個軍銀喔 或是刺頭 都比較好補一下這個 木頭量 不然木頭量很容易不夠 就很容易遇到對手 突然爆小弓 然後你被 對方小弓秒殺之類的 原因就是通常就是 木頭補的不夠快 然後農田又撒太多 那如果你要邊撒田 又要邊蓋射箭場防守的話 最好是補到石木 木頭量比較多一點 然後他趕快去點這個兵工場 那前期的很多新手玩家們都實在這種事情 就是這個一上封建 我就不知道該幹嘛了 那這個時候 最好是趕快去 繼續按村民喔 村民就是不能斷了 然後注意人口 因為你在出兵的時候 跟出村民喔 是兩倍人口增長速度 所以這個房子喔 用水喔 注意一下 你看這邊蓋下馬舊之後 木頭只剩下80級 然後蓋房子也不能一直按 然後他要去升級這些技術科技喔 好那伯根蒂這邊 尤其是他的文明特性喔 可以在封建時代點城堡時代的農田 跟這個伐木科技 所以盡量喔 不要跟伯根蒂打農喔 因為很容易就打輸了 因為他升級這些科技喔 還有半價的一個能力喔 非常省 所以西西里的話 這邊通常是要打兇的喔 因為如果他投資在農田科技上 他的防守來說會比較薄弱一點 那如果是打肉麻的情況的話 可能會更難打進去喔 因為肉麻的話 只要用這個長長兵喔 戳個幾下 就可以戳進去了 就可以防住了 這個肉麻進攻來說的話 效率可能比較差一點 最好還是要出一些小弓喔 去做偷襲的動作 那如果是要打小弓的話 其實這邊就要挖黃金了 那木頭可能要補到12 或10就可以了 都可以 就要看一下戰術選擇而已 好 那伯根蒂 這邊看到兩隻肉麻過來蓋 應該沒意外的話 會蓋個房子在這個位置喔 那肉麻第二波出發 那再兩隻肉麻 不太可能會來這邊支援喔 應該是會去打另外的地方 去做多線騷擾 那目前看到這邊 都是微好的一個狀況 這邊過來蓋個房子 給來得及 好 但是 還沒有點下冰工廠 但是這邊已經在挖金礦了 那這邊CC就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在射箭場 然後再趕快補下這個冰工廠 去點一下這個一級射 然後出小弓喔 騷擾 這更好一點 好 那我不其然這邊肉麻是往下走 拼一拼沒有上來會合 但比較多 不太熟悉的玩家 都會把這個冰喔 合在一起 其實這樣效率是很差的 因為木頭 這個木牆他只能提供 三隻近戰單位去打 而且是肉麻單位這個 母組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更難打進去 這個的話可能就要靠這個小弓喔 去阻止對方的村民 蓋這個房子 才有可能打進去 不然現在只用肉麻的話 就是這樣子喔 最少只要蓋個房子 就會拖到時間 然後自己經濟發展就很好 有二級農田跟二級伐木在喔 現在國根地 現在經濟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CC有出小弓了 只出了一隻 那後面還在出 那他有出一隻長槍兵喔 稍微防守不下 避免被偷襲 那由於現在CC並沒有看到 什麼奇怪的建築物喔 例如什麼小弓啊 射箭場 或是馬舊之類的一個建築物的關係 所以 並沒有太防守家裡喔 因為他也 大概也知道 這手是應該是沒出兵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他這次沒出兵喔 對 沒錯 他真的沒出兵 一隻兵都沒有出喔 可憐 這個軍銀都沒有 最 最防守的那種 好 我們繼續看這個視野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加速一下 一擊 攻 點下了 好 反正過來這邊上高速捷運 開防潤 那隻 博更帝已經上到神寶石彈 所以 再補一個刺敵 去 躲死這邊 OK 但是蓋一下蓋一下 這邊大尾可以敵掉 所以我們全部蓋好了 好 這邊稍微打進去之後 博更帝也順便上到神寶石彈 而且是福更帝是有挖石頭的 好 馬上用 買的方式喔 直接買上城堡 好城堡蓋好之後 黃金 應該是購出這個馬上裝 馬上新奇兵喔 這邊還蓋一個哨戰 相當聰明的 蓋哨戰的話就可以很明確知道 對手的這個前方的動線 那如果他這邊蓋Tc的話 最好哨戰再蓋這個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 再蓋這個位置阿 或是這個位置 都不錯 比較可以提前預知到對手的一個路徑 好 博更帝這邊 上落神寶石彈之後 出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馬上清裝兵 打這個地下的時候 特別痛 等到他CV好之後 這個這條牌線 跑完 攻擊力就會變成8加2 但僅限地下 所以他一般傷害來說 是比騎士攻擊力還要低 防攻擊力只有8而已 但由於他地下傷害太高 很容易就第一波騎士衝鋒 就衝爆對方騎士 然後再繼續打這個車輪戰 衝一下衝一下 然後可以衝爆對手 好這邊小公眼睜睜的 看著對手挖黃金 但有成功阻止這邊 把這個Tc 阻止他對手該Tc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騷擾 好 那家裡有慢慢補下 第3Tc 2Tc 3Tc還沒補 唉唷 3Tc再點不好意思 4Tc補下了 那CC的打法 算是偏濃的 並沒有再繼續出太多的兵種 而且連騎士都沒有出 相當省之運的打法 那這些工兵 可能也只是在前線 稍微小到小冒 好這邊靠一些長相兵過去防守 但是已瞬間三隻 就打到地上抽了 因為這個馬上輕裝騎兵 傷害地下太高了 嘴巴摸個一下 對手的一個 單位喔 會瞬間融化 好伯根蒂這邊 有點被打脆的感覺 唉唷 可能會被再殺一隻 唉唷居然躲掉了 好很寂靜喔 好拉了順過來想要硬蓋 這邊真的應該成功嗎 要不要再等一下 好這邊等一下之後 馬上輕鬆騎兵 數量越來越多了 喔居然還出生旅喔 生旅直接抽對方的奴兵 也是有想法 他就靠這幾隻奴兵 在前方嚕嚕嚕小小 喔也是拖到底時間喔 這個TC真的是 拖到了滿長的一段時間 沒辦法蓋起來 那不知道 博根蒂這邊有沒有聰明一點喔 先去蓋別的地方TC 我們來看一下 哇 結果沒有欸 這是他第二個TC 然後他第二個TC 被拖這麼久才蓋好 完了 快來需要BBQ了 那他在那村民會落後很多 哇現在落後已經14村了 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BL的視角 那他現在已知自己的四隻奴兵 全部送光 對方有馬上輕鬆病的情況 第一件事情就是點下這個秋道院 然後出色旅 然後長長兵可以出來防守 這樣的話比較靠譜一點喔 不然家裡完全沒有兵可以守的一個情況 可能容易就直接被打出去 而且是這種玩家喔 前期在暴農的情況 然後中後情況就是暴兵 然後自己沒暴兵的情況 可能容易就會直接被帶走 那對付馬上輕鬆兵 雖然不夠多搞不太起來 還是有可能被弓兵撕掉 好那這邊8倍速度 稍微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攪拌 好那這邊CC只靠這個森綠 就可以逼對敵人了 好那這邊的草原兵 搓死一隻 那這邊弄的草原兵準備要好了 弄的草原兵 兵役跑回去攻擊嗎 好那CC看起來要前置城堡了 那這個前置堡 沒有插入對方的PC有點可惜喔 好這邊稍微看到對戰 這邊稍微左邊堵起來了 然後這邊騎士上來送了一波 草原兵一戰往前推進 湘原兵可能要被射死喔 好那這邊還刀到兩隻馬上輕裝騎兵 好這邊草原兵上去直接一戳 就是馬上輕裝兵的防禦力很低阿 哇被弓兵射個幾下 草原兵戳架也是死了蠻多隻喔 那這邊MBL感覺是有點小賺了 好畢竟自己失去的並不是黃金兵種 好這邊稍微開難一下 這邊殘血的騎兵 那CC這邊也要上到帝王池大 那不均定這邊離帝王池大好一點時間 但也從此上面前底下 前大約差了一分鐘 快一分半 好在這邊打裝雙城堡進攻 改這個位置 那這個TC只能守到石頭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還行 如果他可以把城堡蓋在更前面一點的話 可能會更好 可以取到主精爪 對 好 好 那我地龍時代之後 巨頭也產出幾兵也升級好了 座位技術也OK啦 但是CC的防禦還沒有點 後面的防禦這個靈甲 反甲都還沒有點 好 那一到地龍時代的伯根地 反而去點下這個裝甲技術喔 戀甲惡指點下 然後要點下尊敬技術 普根地的防禦 巨頭也只出了一台 出一台的話 就很容易被CC打掉 好 現在CC的巨頭越來越多了 總共是五巨頭 七巨頭 哇 數量很多啊 好 這時候 伯根地居然點下這個 革命科技喔 革命只要一點下之後 這個全部的農民喔 都會變成 某來民民兵喔 就是all in流 讓自己的所有農民變步兵單位 那只要步兵防禦解滿的話 這個民兵喔 防禦就會變成1加5 非常高 然後基本傷害還有12加1喔 傷害比騎士還高了一點 而且這個革命科技 雖然一場只能用一次喔 實際用的好的話很容易有把對方一發帶走 那這邊擋這個民兵 最好的方法就是蓋城堡 TC跟劍體 那只要對方沒有大量工程器的情況下 你還是可以用騎士喔 去解對方的工程器 然後再讓對方直接硬推進來也沒關係 反正呢 這個用這個城堡 可能就鎖住了 除非對方有大量巨頭 但是如果在這麼前期點這個革命科技的話 巨頭很大量是不太可能 然後這邊稍微遛狗一下 那這些巨頭去吸引對方的民兵 注意力 好那巨頭慢慢出來了 三巨頭開始投 這邊四巨頭了 那之前巨頭有三個還在跑 冰兵這邊已經快被射光了 哇 雖然這邊後面漏了一些馬上新騎兵 但是家裡還是有城堡 城堡雖然其實蠻多的喔 那也同學殺了蠻多聰明的 不過那這邊已經陷入了51殺的一個進度喔 進入非常慢 54了57 16 喔 冰兵也錯了過來 加西西這一波ALL IN流 真的是蠻傷的 那他目前經濟是完全爆炸的 只有24村 但是 西西裡還有87村左右 那這邊伯根第一聰明 可能會這麼快趕回來 是有機會的 但是這裡用補下更多城堡 那可能就沒機會了 因為這招就我剛剛說的 很容易被手下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城堡的關係 只要城堡有蓋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城堡可以撿到非常多字的迷迷 哇 結果這邊西西裡 並沒有看到自己的村民被捅了 前線的部分馬上清中兵 也在戶頭 城堡也爆了 右邊的城堡也被手撕掉了 看起來這波MBL有點慘喔 重要的東西都被拆光 然後農民也被殺了一些 村粉絲來到68村阿 那我這邊非常準喔 我這個彈道學 可是這個民兵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青銅兵過來打完地下之後 要繼續打 其實真的是蠻無力的 看對手的巨型頭自己也慢慢衝過來 自己好要再繼續暴兵嗎 好 這邊幾兵 撮死嗎 好像不能 很可惜了 好 升級射了也點一下 西西裡不然是要走一個工兵路線嗎 真的是有點琵琶喔 還是他只是想要增加城堡的一個防 攻擊力的一個射程 好像城堡射遠一點喔 可以防守加力 好像有可能喔 好 那西西裡補下了 薩金特衛隊的一個生產 哇 看起來還是要打步兵喔 那步兵科技可能要趕快補下喔 靈甲之後還要再升到板甲 好 時間距離有點長 後面有幾隻民兵在後面偷打 好 那薩金特衛隊一出打 攻擊力是8 然後雙防都是4喔 其實蠻高的 這隻肉 吃了多了點喔 肉跟金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看選地球 看一下伯根蒂家裡 伯根蒂家裡的村民慢慢補了回來 但村民數還是有點少 只有59村 所以目前伯根蒂應該是不會大膽進攻喔 但是如果現在不進攻的話 又有可能喔 讓對手濃起來 可能會被逆轉喔 這個G是蠻高的 但是只是打防守的話 對伯根蒂還是有點傷喔 讓對手有點喘氣 太不OK了 好 那這邊 幾兵直接上去硬撮 民兵打這個幾兵超痛的喔 因為他攻擊傷害有14喔 激傷很高的 好 那這邊再上去抽一波 但是後面算是幾隻招想說 這些肉球兵 這裡要衝了嗎 要衝出來嗎 哎呀 OK 五兵直接硬上啦 幾兵雖然是高打低 但是好像稍微有擋住嗎 欸真的欸 好 伯根蒂開始往前插了 好 城堡 也開始被巨頭硬殺 這邊是巨頭 這邊可能會來不及 修完 這邊巨頭 好 城堡被砸掉了 好 明明要進攻了嗎 看起來 西西林 這邊除了打步兵之外 奇兵也想打喔 奇兵有升到重裝前世了 好 連那個跟蹤技術點下了 跟蹤技術點下之後 跑速就會更快一點 好 城堡丟爆之後 並沒有大力進攻 打得非常好意義喔 好 那右邊大量的奇兵跟奇兵開始組入的宅寇 那左邊很多TC城堡都被拆光了 你自己這邊有機會殺進去嗎 好 那右邊大量的奇兵跟奇兵開始組入的宅寇 好 城堡丟爆 這波交戰感覺奇兵不太妙 這波魚傷害太高了 好 那個看起來這一波奇兵是有點劣勢 這個民兵都直接穿進去了 村民住來到79村 但奇兵的村民已經高達滿村狀況了 村民住來到1401村了 村民住其實超多的喔 但他後面這些農量其實算是OK的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蓋濃一點比較好 不少要到60村喔 至70村 所有的村民喔 去當農夫啊 這比較好 好 食物比較夠吃一點 好 那 薩吉克衛隊 有要繼續出嗎 看起來沒有要出了 是轉奇兵跟奇兵了 喔 叫我這邊眼睛開脫蛙 喔 那謝謝城堡 又要被投了嗎 喔 沒有 這邊先投的是TC TC要被越拆越多了 但是對方有這個聖律喔 直接迎招奴兵 雖然連火槍兵都出了 但是... MBL這邊只怕了一隻騎士去偷偷去騷擾 好 那到底MBL要怎麼反手呢 這裡感覺博文帝大局入侵 啊 這時候奇兵才發現自己沒點一起絕金 好雷啊 這應該城堡時代就該撿的喔 好 沒關係 到地王再補點 有這個點就好 大量騎士直接過來殺這邊村民 但是有一些兵也過來了 民兵直接開敲 喔 大量的CC騎士 直接衝出去 衝風殺敵 殺到非常多村民 看家裡TC越來越少了 城堡也是 奴兵的數量開始變多 奴兵打民兵的效果很好 但是有勝率喔 有勝率會招 要小心一點 哇 修道院也掉了 但是奇兵這邊 慢慢殺了過來 這邊分了好幾隊喔 一隊 兩隊 三隊 但是其實家裡也有準備一些民兵在守 這個民兵戳騎士也是蠻痛的 好 那這面看起來 沒有太多單位可以去抵擋 CC的奴兵喔 那CC的話 他還是可以出這個 強武 印象都不可以 他跟他其實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波蘭的感覺 因為波蘭是可以出強武 那CC裡武器的也可以 他的強武並沒有像 波蘭這麼強 波蘭的強武是有這個拇指法 但CC裡是沒有的 但有可能是因為 他沒有給CC裡火炮的關係 所以 也沒有火槍兵 所以強武是有給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拇指法 相當可疑 不然另外一個打法就是CC出戰 也是OK的感覺 那這邊弓兵打火槍兵發力很高 有沒有 感覺就射死 因為射速快 很容易就把這個火槍兵給射死 好 那感覺上CC是要斷金的 但是這邊偷偷去挖對手 佛冠地的野技 這邊慢慢偷偷摸怪 高雄我們都這樣子 當對手一直在 他中間的 路線的時候 他就會開從左右兩側 慢慢發展起來 就會覺得 欸 我們因公路這麼深 為什麼他經濟還這麼好 那就是他們會 因為這樣去偷偷挖外面的資源 這算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資訊細節 好 那這邊有一些民兵 民兵 直接要硬盤啊 海盜翠翠 好 直接收村 好 慢慢的 西西里的兵慢慢回來了 民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但民兵打騎士還是很痛 跟硬勢傷害 OK 差點就死騎士了 好 裡面的民兵出來 PK 哎呀 更多死一村了 村民樹來到了 不是村民 騎士樹來到了 剩四隻了 這邊燒了 部隊越來越少 好 馬上清裝兵的出來防守 機動性比較好 加分得上 好 那這邊補下更多的一個 馬舊 好 那西西里是有點下鎖子甲的 現在進防有6 遠防有8 所以直接跟騎士互打的話 一定不會太劣勢喔 但火槍兵在後面出去有點傷 就是高定火槍啊 傷害很高的 哇 被射個幾下啊 躺著這樣抽了 好 右邊這邊也是想要繞進去 但是這裡有個大洞 來得及嗎 欸 結果這邊是死路啊 哎呀 可惜了 如果這裡有洞的話 這一波進去可能會毀天滅地喔 好 中間的城堡要繼續進攻嗎 還是防守呢 城堡沒有繼續往前插 但是頭也不夠 普關帝跟西西里的石頭都太夠了 但西西里有這個塔羅喔 可以出喔 可以試著出一些喔 去進攻 但這個需要煞金特威隊才去幹 不然就要拉村民了 那比較簡單的方式喔 還是出這個西西里的重裝騎士喔 讓他配一些肉麻 然後一些奴兵喔 或者是戰狼 藏了兵 藏手也可以喔 那騎兵的話 最後還是要這樣直接撐進來 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打出一個洞 後來直接從後面殺進去 大量的村民直接 原地場地 郭文地村民主殺719吃 這邊殺到村民太多了 自生氣西村 好 那這邊確實有出一些蛋毛啊 全部蛋毛只按一隻 聽沒有出 好 其他地方更多肉麻 又抓到了一個資源點 哇 伯根帝受不了打出了GG 伯根帝這一波革命 我覺得按得太早了 這革命就是佛蘭明革命喔 只要頂下這個科技之後 所有的農民都變成這個民兵喔 雖然一瞬間的戰力會大幅提升 但後續的經濟要再補回來 其實有點困難喔 可能要趕快去把自己家裡維持喔 上大石牆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 並沒有這樣做 有點可惜 如果打民兵的話 還是要去把家裡維持喔 再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或是把家裡插門城堡喔 好像更好一點 不然西西這邊 屬指甲騎士直接硬騎上來喔 哇 真是會 直接痛擊掉 我覺得這邊西西也蠻瞎的 53分才點下絕經濟數 要拉得早點點的話 應該 伯根帝會投得更快喔 會更難受 你看這邊西西 經濟全拉滿 這個革命傷經濟殺得太重了 這邊直接 這是怎樣 加息是不是 直接美聯儲加息 加到爆 直接大崩跌 這個跌爆啊 經濟暴跌 然後在後面慢慢復甦經濟 那後面也是遇到一些 經濟上的衝擊喔 最後還是被斷頭了 死去 伯根帝還是 按下了投降 那感覺科技方面也沒什麼好講了 黃金上來說 伯根帝這邊三遺跡喔 是蠻香的 快要到三千斤 真的蠻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